各位體驗姐妹朋友,馬匡 再次歡迎大家參加採紅系列 《新社教育講座》第一個系列的第四課 先有些報告 當中有些護理同事或者社工同事 申請持續進修學分 提提大家每次都要簽到 下次第五課會給大家證書 即是寫出了四次就會有次數進修學分 記得下次出席時就可以拿回證書 好,今天我們會是系列一的第四課 但未開始之前 我們也有一點點簡介的時間 就是我們也是 看全醫療協會的同工 她是Lelita姐妹 她是我們這次贊助的機構 她也想在未開始之前 等我們講完一會兒 我們就有一點點介紹 看全醫療協會的事故分享 我們交時間給Lelita 好,很開心有機會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也都很開心有機會 跟拉少路協會協辦這個講座 因為真的好看到那個需要 在香港很大的需要 其實在國內也很大的需要 我們機構是一個很新的機構 給大家一點時間來介紹一下這個機構 其實在1988年開始 其實一群有志於服務 在醫療服務的人士 的大英姊妹 都本著一個理念 就是希望病者能夠得到醫治 我們就開展了很多不同的醫療服務 都是一群大英姊妹 我經常都說笑話 我們是烏合之眾 但是都是為了一個目標 希望藉著醫療 能夠可以不單止治療人的疾病 更加能夠可以藉著 在醫治的過程裡面 讓她都認識我們那位的神 那位她的愛 這個是我們過往曾經合作過 很多不同的機構 當中很多都是在中國裏面做醫療服侍的 有些是做麻風康復 或者做通訊 整形 很多不同的服務 也都有一些機構去到 亞馬遜森林區 或者是這個尼日利亞的區 當我們一路走的時候 走了1988年 走到去2011年走了多少年 大家看看有沒有聽書 走了多少年 走了很多年 走了很多年 我們一路都是一群有心的人 一起走一起服侍 為什麼無端端在2011年的時候 我們考慮要成立為一個機構 在香港註冊成為一個慈善機構 就因為真的看到 我們接待了很多海外的宣教士 在中國的特殷姐妹 進到中國去做醫療的時候 越來越難去做 因為很多牌照的問題 當然也是因為國家很規範化 說醫生來做完手術 走了去 我的病人有什麼事 我去哪裡 追到天腳底都找不到你了 因為我們很多的宣教士 因此而不能夠繼續在中國去服侍 因此這樣的時候 我們去思考 也去討告 神就給了一個意象 我們要去開醫院 希望有一個平台 是屬於我們弟兄姊妹 一個平台 以至我們能夠接納更多的宣教士 來在中國 來透過醫療 來幫助到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們在2011年12月的時候 正式註冊成為一個慈善機構 我們這個機構的目標 平日都沒有離開醫療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 可以持續的醫療服務 我們希望能夠有醫院 有流動醫療車 有做經路院 還有醫護培訓中心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提供服務的平台 但是在平台裡面 我們很重要的一樣 就好像今天大家坐在當中 都是來到 希望能夠有一個培訓 我們希望能夠藉著這個平台 有我們香港 或者海外的專業的特兵節目 進去做這個服侍的時候 能夠給他們有培訓 培訓在中國 新一代的基督徒的專業 醫護人員 或者是一些心理諮詢師 以至他們能夠再把這個 醫療服務能夠傳承開去 這是我們十年的計劃 我們希望能夠可以在開設 有五間醫院 有流動醫療車 診所和老人院 還有醫護培訓中心 還有醫護培訓中心 這裏都是當中我們一些 顧問團的成員 可能護士界的 可能有些都很熟口熟臉 或者是軟木界的 這裏都有很多不同的 來自不同中派的一些 教會的領袖 成為我們顧問團的成員 這裏是我們市工發展委員會 裏面的不同的裏面有醫生 有來自台灣的 亦都有香港的醫護人員 這位是美國的宣教士 已經說得非常流利的廣東話 白皮膚 他非常懂得寫中文 懂得看中文 這裏都是我們醫務的顧問 我們在2012年成立一周年的時候 感恩我們都請到恒林寺的弟弟 中間這一位 是台灣平東基督教醫院的董事長 來為我們在香港舉行了一周年的感恩會 當中站出來的都是一班願意 委身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已經入午 快要登陸的時候 究竟我們的人生下半場 我們要怎樣去服侍神呢 那這一班頂師傅大部分站出來 都已經去到 入了午準備登陸 我們都盼望 將我們的人生 餘生來去貢獻 那這個呢 都是站立出來 都是說願意 我願意踏前一步 那這個是我們一些事工回顧 雖然機構真的很新 但是因為過往 累積了很多的關係 網絡 所以我們呢 都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有312的義工人次 服侍的人數達4000人 那很感恩 有在醫療的當中 醫治的過程當中 神都讓很多人去願意接受福音 那一三年吧 一三年加感恩 我們有機會去到 雲南和緬甸邊境 去到幫一個叫做黑音族的群體 來去做異診 那在那次我們接觸了很多人 我們也都感恩和很多不同 來自中港台 美國加拿大的機構 來去合作 有很多不同的中派 都成為了我們的夥伴 那我們在去年也是首次的 來去邀請了台灣 陸歸山地孤兒園合唱團 來為我們來去籌款 我們很感動 這班孤兒已經是很弱勢的一群 他們更加是山地人 他們創辦人楊木斯說 這班是在弱勢裡面更弱勢的一群 很感動 他們願意聽到我們要 接下來要開老人院 說我們需要籌款 他們說我們過來幫你 他們自己都不足 當他們來到的時候 更加讓我們一班的頂姊妹 成為我們很大的鼓勵 他們在舞的裡面 他願意扶上 我們呢 我們沒有想過 我們是不是扶上 來奉獻給神呢 我們也有機會去參與自閉症持功 我們就專程在美國請了醫生回來 就有跟這個香港基督教的社會服務處 合辦了一個AIT聽國統合訓練 幫助了18個家庭 當中也有些小朋友 是有顯著的成效 我們感恩 我們當在地震的時候 我們能夠在第一個星期 就有我們的醫療隊 能夠進入地震災區 來幫助 這裡是我們去到不同地方的一些醫療服務 我們剛剛13年 11月去做白內障 我們總共幫助120人治療白內障 也有海外的美國來的專家 來成為幫忙做手術 現在我們14年都定了10月份會再做 今次我們都期望能夠幫助做一些角膜移植 這個教授專程會在美國過來幫我們做一些角膜移植 有很多片段 另外剛才在大家入場的時候看到一個片段 就是說到很感恩 神都給我們機會 真是建立了第一個平台 剛才我們說的希望在10年裡面 我們要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沒有想過在這麼短的日子 神親自為我們預備了一個服侍的平台 就是叫做樂平兒康院 我們在2013年的8月正式接管了這個老人院 很感恩 有一百五十多位來自美國 中港台 很多地方的特殷姊妹 來成為我們的鼓勵 跟我們一起去感恩 我們接管了一個老人院 剛才看到的 那個簡體字打 那個老人院叫做樂平勁老院 我們很感恩神給我們一個第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有喜樂 有平安的一個地方 來去接待老人 但是那裡五保老人很多 現在我們院裡住著二百多個老人 但是大部分都是五保老人 是孤寡老人 沒有親人照顧他們的 現在政府告訴我們 還有兩百多個排隊 但是不夠地方住 所以政府就把這個敬老院交給我們 來管理 未來五十年讓我們去管理和發展 有很多院社都比較殘破 我們要逐步去拆除 在過往幾個月裡面 很感恩 很多特殷姊妹成為義工 來到去看到很多的活動 帶了給老人家很多的歡樂 我們更加感恩的是 本來我們去到的時候 原來全院上下都是拜佛的 還要說7月14日要消醫 我們作為基督徒 怎麼辦呢 感恩神又讓我們有智慧 來扭過來 不如試試新事物 外面很流行什麼呢 我們就很感恩 那天我們就用了一個追思會的模式 來到去不單止 停止了他們去再消醫 笑向 也都讓他們真的很多人去分享 他益術他過身的家人的時候 他們醫治了他們的傷痛 我們也趁了感恩節 來去告訴他們什麼是感恩節 我們剛剛在這個正月15日 老人家說 我們院裡面平均的年齡 85歲 最高是109歲 我們老人家在裡面住了幾十年 他說 他們叫我做香港小姐 他說香港小姐 我們很久很久沒有去過襯墟 很懷念 我們整班弟兄姊妹很努力 我們那天召集了六十幾個弟兄姊妹 開了十幾個攤檔 煮回他們宜時吃過的東西 做一些他們宜時玩過的遊戲 讓他們可以再重溫 很感動 很多弟兄姊妹來到 親自包水餃 包雲吞 這班都是一班醫護人員 很多 樂手樂樂去做 我們也看到那邊 一直都沒有運動班 我們都開設了長者運動班 現在我們一天有兩次的運動班 希望藉著他們多些的運動 他們能夠不要衰退得這麼快 我希望我們以後告訴大家 我們院裡最長壽的是一百二十歲 我們也有安排香港澳門的醫生去做會診 也都去做了很多的培訓 希望提升到當地的護理人員的照顧技巧 以及提供他們的職業安全 這個也是我們很重點要做 就是培訓要傳承下去 我們都安排了我們國內的同工 來到香港參加這個培訓過程 這個項目其實對我們的安全來說 是一個很難很大的挑戰 這個是未來我們準備 將剛才看到的很舊的房屋全部拆除 我們會將它重新規劃 希望在未來五年裡 我們能夠全面發展 可以去到有1050床 裡面很感恩 神真的很好 我們當初發的夢 原來終於看到了 在裡面 政府已經批准了 我們將會在這個地方 就會開一個老人專科醫院 裡面包含有這個臨中關懷 這裡所有院舍都拆掉 我們會將在這個地塊裡面 重新建一些新的院舍 都會有不同的等級 現在已經很多人都說 你什麼時候建好啊 因為現在二百多個老人已經要住 但是我們仍然很努力地在這裡 協調國內的關係 怎樣去申請 要蓋房子 都需要時間 雖然那些人說大陸的房子很快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質量的 所以我們都不能夠 希望大家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發展 工程當然需要很大的金錢的支持 在人體上來我們都說不可能 但是我們深信神在當中的時候 這一切都是變得可能的 那很盼望今天透過分享 或者之前大家收到這單張 希望你們繼續討告和支持我們 我們經常都說我們裡面的老人 做三等公民 每天就等吃飯 等睡覺 第三樣是等有一天我什麼時候離開這個世界 那我相信只要我們願意伸出援手的時候 這個笑容我們是會見得到的 那很希望你們都支持我們的 乖個長者計劃 或者你有興趣可以來探討我們 和我們老人家搞一下生日會 不同的節日和我們慶祝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 康全很希望透過我們行醫能夠再度 能夠將福音傳出去 更加希望這個能夠伸火相傳下去 就有一天中國人都起來 接起這個火具 一百年前宣教士來到中國 今天我們中國要走出去 那很多謝大家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們去介紹 很多謝Lelita Go 她的分享 在國內有一間 以全形關固 關固整個人心心社靈的一間安勞園 希望事工一路的發展 好,接下來是正式我們的講座 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助理教授 陳隆斌教授 其實她是很忙的 她剛才向中文大學說 來幫她分享一個題目 就是從基督教角度去看身死 雖然我們當中有很多基督徒信了很久 但是我們嘗試從一個全面一點的 系統一點的 那基督教來看身死 它的內容是甚麼 以至讓我們掌握得更好 更清楚就明白 我們將時間交給程教授 各位 好,各位 聽到嗎? 聲音都聽到 好,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參加者 晚安 再一次多謝拉薩路會 馮醫生 Dr.Look 他們的安排 讓我有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 來分享 在分享之前 我要做少少的 問一問一下 我在場的聽眾們 究竟大約的背景是怎樣 當然我假設 剛才無論是介紹 康全機構介紹的時候 或者Dr.Look說的時候 其實都知道 可能在序有不少是基督徒的 不過我都不敢這樣 假設全部人 我想問 如果你已經是基督徒的 無論你是甚麼 中派的 甚麼教會 你可以舉手 讓我知道我的聽眾 好了 可能有少少 我看看有否不是 因為我們會否當作報道會 這樣說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好 我們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我想問 是不是在座的朋友們 都有看聖經的習慣 有沒有 好 大部分都有 這個情況好 大致上 我們會在這個背景下說 當然 我希望盡可能 如果假設我們有小部分 我看到大部分都有舉手 如果有小部分的朋友 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 雖然大部分我們是適切 在基督徒來聽的 但是我相信 就算其他的朋友 同樣都會有幫助 或者開始的時候 我先說一個最近的體會 有一個朋友 他在教會裡參與這個傳道工作 他是一個很熱心的牧者 當中他和他先生都是 也是 也是受過神學的訓練 很多年他都為他的家人祈禱 因為他很想他的家人 都是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在最近的時候 他不幸地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他多年為他祈禱的媽媽 就離開了世界 在離開世界之前 並沒有任何形式上的表達 他是信了耶穌的 這個傳道的同工 心靈非常之痛苦 因為在他的教導裡面 或者在他的認知裡面 他認為基督教的信仰裡面 信耶穌是什麼? 德永生 那不信耶穌是什麼? 那就落地獄 所以對這個朋友來說 他的心靈是很痛苦 因為他很怕看到這個時刻 所以十六年來講 他也是很努力 跟他的媽媽傳揚這個福音 但是可能有種種的理由 媽媽也有種種的原因 並沒有做到這個形式上的表達 所以在這個活著的同工來說 他只能夠帶著這種遺憾 帶著這種疑問 到現在都彷彿 沒有出露 不過首先回應的時候 當然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但是這個遺憾的背後 是因為他心裡從有一種基督教的想法 以至於他這種神學的觀念 或者這種想法的時候 是會影響著他 怎樣看他的媽媽 以及怎樣看他自己 我這樣舉這個例子 並無意思 你一聽來講 這個講原來自中大的 小心他先 我這樣說 無意思 不贊成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同工背後 一直以來的信念 我只是想突出一件事 這個信念 其實是會影響 好的結果 我們每個都想見到 正如我們所期望的 但是經驗 有時候發覺 不一定每次都好像我們所期望的 而在這個情況下 這種痛苦的出路又怎樣呢 當然這個問題 我們會在整個講座裡面 有部分的時間 我們可能會回到這個話題 但是我們以這個作為一個起點 今天的題目叫做生記死歸 其實是生死教育系列裡面的其中一個講座 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專家 其他的同工們 已經就著不同的角度 或者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會就著不同的角度來講 我被委派